这样博爱座不能放东西 不能放东西 你哪一条法律有规定说 博爱座不能放东西 穿着绿色衣服的女子 在台北车站内 自己坐了一个位置 接着把纸袋保温杯 毛巾 饮料等等的物品 放在旁边的博爱座上 但是有其他人要坐这个位置 没想到她却气冲冲的怒呛 中华民国法律 有规定博爱座不能放东西吗 你也可以拿来放啊 你也可以拿来放啊 我是想坐啊 一旁民众接着告诉 女子不爱座是给人坐的 不是拿来放东西 面对旁边蓝色衣服 男子以及其他民众的劝说 女子越讲越激动 你非就要坐这个位置吗 我现在没有位置 坐那边都没位置 可以啊 最后女子听到 其他位置都坐满了 才会想要坐她旁边的不爱座 才终于妥协让步 整个吵闹的过程 被录下PO上网后 引起许多民众留言表示 遇到这个情况建议 一屁股坐下去就好 没有什么好吵 只要好好沟通就可以了 东山新闻台北报导 这些老人家的身体 比年轻人还好 你吼这么大声 你腿里有肉 他可以吼得很大声 他可以动作 他可以打人 体力好好哦 双手打这个老 这个29岁男子的太阳穴 双龙灌珠就把他给灌进去 双龙灌珠 对 这个也是北杰 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 他就上来之后呢 他就说他要做 竟然就开始 联合另外一个阿伯 两个就开始骂 他说这个老仙子跟老太太干嘛 拿着手一直比他 一直比他 你知道 我如果被人家这样比 我会抓狂 你知道吗 我没有办法忍受人家这样比我 他说那个小女孩就这样 被比比比比 比到抓狂 说你干嘛比我 你干嘛比我 就去撞柱子了 现在搭捷运 现在搭公共捷 这个系统 你要非常小心 怎么现在的老人 跟这个所谓的年轻人 到处都打成一台 之前有一个 等于说上班族的小女孩 就被人家弄到气 拿头去撞柱子 今天也一样 今天一个29岁的男孩子 跟一个什么 75岁的老翁 他居然用双龙灌出去打他 对 现在来讲的话 你搭捷运 你要随时小心 过去来讲的话 大家都知道 博爱住就有很多的争议 结果没想到 今天松山新店线 又有争议了 松山新店线 有一个男生 他29岁戴了帽子 然后他就说 他身体不舒服 他就坐在博爱座上面 结果呢 这75岁的老翁就叫他起来 他不起来 他说我自己身体也不舒服 我也是拉肚子拉了几天 我就坐在这里 结果老翁就开始骂 骂下去之后呢 旁边的人就开始来说 先生 这个博爱座是给需要的人 不是一定要给老人的 听到这个之后呢 他竟然拿出他的双掌 啪 竟然直接灌进去 竟然双手打这个 这个29岁男子的太阳穴 这个肯定是有练过的啊 你一边来讲 你推几天算了 他竟然直接拿出了招式 拿出了武功 双龙灌出 就把他给灌进去 双龙灌出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大家就回头去来讲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 这样你接二连三发生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状况 这个也是北捷 在北捷来讲的话 也是北捷 对 这个也是北捷 有一个80岁的老太太 他就上来之后呢 他就说他要坐 然后呢 有一个女孩子 坐在婆外座上面 他说我连续加班了12个小时 我很不舒服 所以呢 我没办法让你坐 竟然就开始 联合另外一个阿伯 两个就开始骂 而且讲话非常的难听 意思就是你不知叉叉叉的 你就是这个东西 你怎么可以坐 这个就是要给老人的 他们的话法 他们的话书就是说 你现在就是要立刻站起来 让坐 他有说了 我已经上班了12个小时 我自己也不舒服啊 不行 就开始了 然后呢 最后也动手了 动手之后呢 其实这个 你这样拉拉扯扯 其实也还好 可是这个伤害事情是什么 当警方 警局警察到现场之后啊 在问这个状况的时候 这一个小女生受不了了 自己用头去撞柱子 他就情绪崩溃了 我觉得这个小女生 有一个动作跟我很类似 她说这个老仙子 跟老太太干嘛 拿着手一直比他 一直比他 你知道 我如果被人家这样比 我会抓狂 你知道吗 我没办法忍受 人家这样比我 她说那个小女孩 就这样被比比比比 比到抓狂 她说你干嘛比我 你干嘛比我 就去撞柱子了 对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真的就是把人家情绪 给逼到了一个极限 所以呢 现在来讲的话 还有人做了一个贴纸 我上班很累 请你放过我吧 你只要拿你上班打卡的时间 来换 就换这个贴纸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 大家真的觉得说 这是不是一个世代的战争 但是除了北捷之外 而且她是说她去撞 她不但撞柱子 还撞着自己头破血流 柱子你这样撞下去 当然她连续撞了三下 当然就喷血了 人警察都吓到 那刚刚都是北捷 高捷呢 高捷我觉得这更离乎 高捷一样 高捷也是这样子 有一个男生呢 他就坐在这里 然后呢老先生上来之后呢 就请他让座 可是这画面你知道吗 他旁边还有位置啊 那个男生就告诉你说 不爱坐又不是说 一定要给老人家坐 你旁边的位置你就坐嘛 但是老先生说 你知不知道礼貌啊 你知不知道道理啊 他不爱坐就是要给老人坐 就硬要叫他起来 到最后你知道吗 他就起来了哦 他就起来了 这个年轻人就只好起来了 然后呢这个老先生 他就得偿所愿 然后呢拿出他的手机 坐下来之后 好好的滑手机 可是你知道吗 年轻人的脸面 可能比较薄一点 他也不好意思坐 所以最后 有位置坐的 就只好站到站 就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来讲的话 这已经变成一个 世代的一个战争了 过去来讲 年轻人坐一下不爱坐 有时候真的很不舒服 那老人家来 我们都会起来 请生 你要不要坐 你不坐 我们再继续坐 可是现在来讲 因为有太多 不讲道理的老先生了 所以现在你看 不管是公共运输 不管是高铁的自由座 不管是捷运 不坐了 坐下去不起来了 所以呢现在才讲到 有些老先生才会生气 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 所以有人讲说 你干脆把不爱坐拿掉算了 对 因为你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捷运警察 有说一件事情 不是说不爱坐 就一定是给老先生 老太太做 现在不爱坐 就是给有需要的人做 所以呢 如果你吵架 警方可能第一时间 不能来自止 但是像今天那个 双龙灌珠 这个高伤害 一定告得成啊 因为倒不如 你干脆就把 博外座给废掉了 看懂了没有 我今天上班站的时候 严谐一大把 你装装没看到 就不得都很真实的 呀逼着 不要看着 你为什么 开放 就不得都很真实的 呀逼着 你为什么 开放 老太太 干啥 那个女生先打人 那我哪该呀 那我哪该呀 我哪该呀 那我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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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这女生真的先打人 你不要用暴力 不要先动我 不要用暴力 不要用暴力 这个好像在传染一样 最近刚刚讲的到处发生 因为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你知道吗 真的事实上 你看那个影片你就会知道 那个老翁他去痛骂 那个29岁男生 那男生其实是没有回嘴 我看了这些影片 我的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吗 这些老人家的身体 比年轻人还好 后来我还听个老阿嬷讲说 你有什么好吵的 你坐车又不要钱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吼这么大声 你腿有肉 他可以吼得很大声 他可以动作 他可以打人 体力好好喔 是 那你要知道 事实上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要经过这么长时间上班 还有女孩子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生理 他如果还又穿高跟鞋的情况之下 你从台北坐到北投 那个真的是坐到 站着到后来你脚都会发抖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就是说需要的人 有女孩子其实他可能 才刚怀孕了两三个月 他是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实际上身体就很虚啊 你硬要让人家让坐 这也是不对啊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到现在会越来越冲突 因为很多 其实不是说所有老人 很多这样的会发生这种冲突的老人 他就是你欠我的 你应该的 那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 我呼吁所有年轻人 那个电视前面年轻人 你去下载黄国昌的那一段 我要欠你吗 对 就用黄国昌的那一段 就放给那个老人听 我要欠你吗 我们可能吼不出来 但是你要放 你就会说 为什么我不能做 说一句实在话 我们这些人是在纳税的人的钱 以我自己都是做短程的情况 我当然会让坐 可是如果有一些年轻人 他真的需要 他身体也不好 真的不要用这种情绪勒索 而且事为理所当 这夸张是 从北到南 从东到西 刚刚讲的北捷有 高雄捷运也有 现在是桃园 桃园也发生过 那个长辈 长辈居然骂他 你不是人 就那个长辈 那个老翁要判六千块 当然因为说一句实在话 我们都知道那是博爱做 是有需要的人就做 不是老人做 或者是我也呼吁台北市政府 你就是设两个车厢 老人车厢 我们年轻人都不要进去 那你们那老人车厢 位置就一样的位置 你们谁比较老 你去那个车厢里面比老 比较老的人就做 你不要说把这个 好像变成是 每一个年轻人 我坐的位置 唯有付钱 而且说一句实在话 每一个年轻人 他要养的 你身上的重担 可能比这些老人家还多 我会觉得 搞到后来 真的会变成一个对立 什么对立 你越是觉得理所当然 我越是觉得 我就不要 所以其实 你要看那个影片 今天那个影片 那个年轻人是让他骂 是另外一个女生受不了 那个年轻女生 跳出来主持正义 伸张正义 那个年轻 那个年轻女生 就是那个短裤的女生 他就跟她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 我没有做什么羞愧事 然后那个女生就说 你现在做的事 已经新闻上才会有啊 你现在就做一些羞愧的事啊 换句话说 我觉得这一股 不满这一种 就是遗老卖老的这种情绪 真的从南到北 该不同的交通工具上 都不断的蔓延开来 为什么你要坐这里 你这没有写你的名字啊 为什么 因为不是没有位置可以坐 长辈 长辈有位置可以坐啊 没叫你站着 有位置让你坐你就坐 多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